現在一家外資公司 想吞併我們中國人的企業 我們是不是應該以大局為重呢? 你和一個被你踢出局的人 說大局為重, 方不方便? 知道這是什麼嗎? 有一個我做電訊公司的朋友給我的 是你今年的通話紀錄 原來你每一晚都會打電話去紐陽 你真是同一個號碼 這個號碼是SME丁寧的手機 我是有跟丁小姐聯絡, 那又怎麼樣? 公司不是要管賣 我可以跟什麼人做朋友嗎? 你們不得我同意就拿我的電話紀錄 要是侵犯私隱, 我可以向法院提告 沒問題, 如果你想把這件事放到法院 我們一定奉陪到底 我也很想知道這件事 究竟適不適合商業犯罪 我昨天見Michael叫你聯絡航空公司借貨機 但我看完你的通話紀錄 你沒有打電話給任何航空公司 你只打了一個電話 為何我這麼有印象 因為這個號碼很熟 我只剩下… 你就是打了這張卡片上的電話 你打給SME借貨機 是不是就是想我們欠他一個人情? 我倒是打過這個電話 但這樣也不代表什麼 你們根本就沒有真憑實據 證明我是SME的間諜 否則你們早就報警了 還怎麼會跟我在這裡說這麼多廢話 你幹什麼?這裡又不是法庭 我們不用說證據 如果這次真的我們搞錯了 就當程小姐你不幸運了 麻煩你留在這房間裡 McCharles的同事很快會過來 幫你辦理職手續 還有在你的位置幫你收拾東西 謝謝 刑先生,趙先生已經來了 我說你開啟一個很重要的會 已經帶了他回家等你 再看看國際消息 美國大型物流公司SME 早前因為工業意外引發的工潮 仍然持續 勞資雙方仍然未能夠就賠償 以及保障員工安全達成公式 受到工潮影響 已經有五個州的快遞服務出現延誤 謝謝,李探明 SME的發言人表示 他們會盡快增加人手 以確保工潮期間 快遞服務可以維持正常運作 好, 肯定是宋喬做的 他想用醜聞來抹黑SME 影響一群董事的投票意向 那我們立刻聯絡一群董事 跟他們解釋清楚 這次的工潮只是個別事件 我們公司沒有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不用了, SME是跨國大企業 偶爾有一宗半宗九分訴訟 有什麼這麼奇怪? 我相信那群董事 不會被這麼少的事影響 不如你們準備一下 過幾天我加入了董事局之後 你們就要跟我一起觀上前海了 凱, 電視台剛幫我報道了 SME在美國風潮的新聞 你在哪裡? 我在鏡頭那裡等著舅舅 我想勸他出面遊說那群董事 我現在馬上過來, 等我 我們在那裡等著舅舅 我們在無所謂的事件 我們在這裡等著舅舅 我們在大便等著舅舅 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一齡先地的舅舅 我知道你不看, 你看著舅舅 你看著舅舅 在這裡等我了, 不好意思 不要緊 稍時加, 如果我回顧鏡頭的事 每個部門都說要開會 我只是偷偷出來見你 我明白的, 伯父 我知道你忙我不妨礙你太忙了 我只是想問 伯父你做的SME 想進入我們世代的董事部門? 你知道的 他手上的12%的股票是我賣給他的 我當然知道他想怎麼樣 他們知道不可能在持股量方面 比你多 所以是想用第二大股東的身分 順理成章地介入你們世代的民族 但他們的目的 就不是最想一本事局 他們看中了我們中國的市場 而他們的下一步 就是想爭取我們世代的決定 是呀, 這隻老虎胃口很大 讓牠進入屋子就麻煩了 你和我杜明一定要探訪董事 不要把票投給姓丁的女人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 你找伯父來的 我在這個老虎胃口, 幫到什麼忙 丁寧已經死為了約會董事 已經開始遊說他們了 我和杜明沒信心 可以令到一半歲的董事 站在我們那邊 而我知道伯父你和那些董事 有一個好的關係 如果由你出面的話 他們必定賣這個交情給你 對的, 十三個董事裡面 有一個半數都認識了我二十年 如果叫他們投犯、對票應該是困難的 不過,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反面不形容那個不是我, 是你 那天你踢我出董事局 會不會想到有今天? 你以為我是伯父, 你以為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 老實說, 我真的很希望早點見到那個女人 入住董事局 然後把女人和盜蒙通通踢下去 到了那天, 我可能會笑得分不中 伯父, 之前誰不准也好 那些不開心的事, 可不可以暫時放在一旁 現在一家外資公司想吞併我們中國人的企業 我們是不是應該以大局為重呢? 你和一個被你踢出局的人說大局為重 幫不幫某些呢? 各位APM的觀眾 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龔佳欣 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吳子聰 那些精華片段是不是很棒呢? 快點點擊下面的連結 去我們歡樂APM Like 和Subscribe 去我們的歡樂APM Like 和Subscribe 收睇更多TVB的內容吧